你穿越成了豪门富二代 可是却从男生变成了千金大小姐 原来是成了一本玛丽苏小说中的恶毒女反派 本来想百乱存钱 躺平躲开女主 可却想不到女主公孙雅柔也是重生者 强势务比一直抓着你贴贴 此时剧情进展道 由于你成绩不好而被父母扣了零花钱 只能找学霸公孙雅柔进行补习 可当抱着一大堆模拟券 到图书馆的时候 他只是淡淡给了两个字 拿走 哎不要那么绝情嘛 雅柔嫌弃转身就走 开什么玩笑 教这个学渣难道系数太高 可等过了一会儿 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黄头发的大人男生 正在给你讲题 小妹妹 这数学题要先这样再这样 哦哦原来如此 你连连点头 徐峰来是感觉自己快恋爱了呀 这小萝莉也太可爱 小妹妹是可比初衷的吧 这个知识点对你来说的确超纲了 你尴尬爱笑 哦我是本校三年级的 嘶 他深吸口气 心情激动啊 打散的萝西姐 另一个表示 以后只要你有需要 他随意叫随道 可这时 一只手搂住了你的肩膀 是公孙雅柔 他微笑 徐同学 可以不抢我的学生吗 我们已经谈好了 一对一辅导的价钱 这时候要是插手 我可要失去这份工作了 徐峰来是眼睛的官方炮的呀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打工战胜 打散传奇奇姐嘛 没想到比照片还好看 连了点头 连呼呼走了 人走后啊 雅柔的注意力落到你身上 你被盯得浑身发毛 小凡 想让我叫你念书 给钱可不够哦 说话间 手放在你腿上 这样吧 我叫你一个小时 你就给我跳半小时窄舞 叫两小时 你要在这猫耳朵 吃猫尾巴 叫三个小时的时候 说到这儿 旁落无人摟住你的腰 脑袋贴过去 这个报酬 那你自己想 但必须让我满意 听懂了吗 你沉默了 他喵的 这家伙又要开始女众羞辱我 到底是我多饿气味啊 接下来的半小时 更是要命 交题目的时候 公孙雅柔 常常会与你手指接触 甚至是更亲密的脸替脸 哎呀 群尘走上的时候 脑袋被翘了一下 听懂了吗 你该不会什么都没听懂 纯色的会否有时间吧 你不许七八八 我听了呀 那你再做一遍 好不容易熬到时间结束 中午女婆给你送来的午餐 经典菜色 帝王鞋三文鱼什么的 你是真没什么胃口呀 忽然眼前一亮 这些东西我不爱吃 但奉奥天爱吃啊 刷一波好感 我是真大好聪明 去教室的路上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杂物间传来 没错 这是刚刚身办名的夏目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学弟徐峰来 这两人在搞什么 先开录音再说 夏目有牙 我不好过 这个贱人也非常舒服 必须把那个叫公孙雅柔的女人 给我搞到手 徐峰来麦不尽心 这样吧 我先去联系一下我的兄弟们 让他们准备准备 谈话结束啊 你也赶紧溜了 这会儿啊 公孙雅柔在地头学习 感觉有人是他一脚 低头一看 是那个小矮子 嘿嘿 我给你送点吃的 马上就走 刚转身要跑 就被对方一把提起意领抓了回来 有一个惯性 你几乎都替他身上了 针牵筋锁的耳边 用只有你能听到的声音 我不喜欢别人可以讨好 以后这种无用的事情 不用再做 我也不会因为这些 而对你仁慈 耳边吹口的余温 让你直接迷糊了 这什么操作 我 我知道了 仰儿借你捂住了脸 身体还在发抖 这么一下 这就酷了 至于吗 没 没哭啊 搂住肩膀靠得更近 真没哭 没 没有了 果断起身 飞扬的跑了 出门吹是冷风 不行不行 要是让凤凰天知道 你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快被摸脖子大 必须要好好管理表情 嗯 想是这么想的 但放学的时候 绷不住了 有个同学转嫁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个亮闪闪的黄金戒指 足有20颗 附赠一张这条 之前答应你的谢礼 谁谁谁 谁要这样的谢礼啊 即使是戒指 他 他不会对我也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吧 深吸口气时间要头 还是用绳子拴起来挂在脖子上 看到自己的礼物被重视的话 想来哪怕是冷血动物风浪天 也会很高兴的吧 莫料还跟自己反复强调 嗯 我所有的偷好行为 都是为了更好活下去 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目的 但是 嘴角为什么一直不能复过上眼外 放学是阿司机来接你 回家路过一家大型超市的时候 看到了散落一滴的蔬菜 和被压到变形的自行车 以及一圈一拐捡东西的公司亚柔 心痛猛了一跳 这家伙被车撞了 这可是刷好感的好机会 联盟下车 雅柔同学快上车吧 无人司机送你去医院 一把想过购物袋 手脚麻利的收拾了散落物品 公孙雅柔去皱起眉头 谁让你做这些没用的事情 今天过上辈子那些事 他再也不会相信身边任何人 面对你的讨好 他只会怀疑你别有所图 或者突然给他一个羞辱 然而你却只是甜甜的笑了一下 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住下满满的花园 我和你分身乱乱的光线 才靠近一点 我们可是同学呀 互帮互助应该的呀 这干净的笑容 纵然是一心成中的重生者 心头尖冰 也悄悄融化几分 但很快冷恨一声 互帮互助 哼 幼稚的想法 不能沉迷这种示好 要继续保持警惕 一把想过购物袋 别管我 不想挨走赶紧走 你却挡在他面前 伸出一只手递过去 你坐吧 给你坐 嘿嘿 借我时不走 不信你良心打打的坏 啪的一声 毫不可惜啪的走心 推着车 面有表情一缺一管往前走 你郁闷了 不对 书上说过 女人都是傲娇的 特别是玛丽苏的大女主 跟上去 喂喂喂 让我帮你提菜吧 不过女官 哎呀 哪来吧你 你看了一眼 都是些打热素菜啊 冷不住嘖嘖几声 鸭的同学 你还在长身体 吃这么差对身体不好 女主冷眼 你在嘲笑我吗 我在关心你啊 对方的真诚啊 让他的冷烧热讽 也开不出口了 送了家门口的时候 你想了想 又从兜里拿出不少钱塞过去 先别理着拒绝 我有爸爸给我说 要跟同学搞好关系 要学和分享 他呵呵一笑 谁告诉你我要拒绝 有钱人的钱 给再多我都敢要 你乐的冒泡呀 你喜欢就好 如果能帮到你 我就很开心大 你越没脾气啊 仰如越别扭 这绝对不是上辈子的那个消烦 以前的消烦 只会想到落难的时候 狠狠踩上两脚 现在是怎么了 交纵了大家姐脾气呢 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等你回到家 是真的好嘞 为什么明明这么努力了 功课还是提升不上去啊 忽然购物系统上线 陷入沉思 该怎么样 才能把女主拼去洗澡呢 不对不对 我可是正人君子小罗里 怎么能一上来就想起澡 还是先要个礼物吧 发过去一条信息 雅如同学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 可以进行一次 友好的礼物互换吗 这样会让我们的友谊 更加牢固哦 过了好一会儿 对面的回心来了 可以 但我想要的礼物 你给不起 我想要的话 也完全没有必要给你要 那你想要什么呀 再过了一会儿 公孙雅如很迟地回复了几个字 我要你来拼命哭 陪我一晚上 发完那条消息 雅如关在手机冷恨一声 那句话明天是呛你的 他当然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况且 俩人都是女孩子 真呆一晚上 又能有什么事呢 真是无聊 可以想到 小矮子今天跟他一路小跑的样子 内心生起烦躁 他能对上一世 讨厌的消贩下手虽惨 可如今这个傻乎乎的小矮子 主事下不了手 哼 我还是先放谱他 专心对付夏末和徐峰来这些人渣吧 另一头 你看他那条短信 激动的差点滑到桌子底下 但很快想到 那可是腹黑的风暴天啊 深夜叫自己出去 搞不好 是准备着皮鞭等候 要把自己当陀螺处着玩 不行 这太危险 但准备一想 顶多也就是吃点苦 横竖死不了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咬牙回复三次 来就来 第二天在图书馆 牛抱着课本挠到女主身边 这次决策好难哦 雅柔同学 你感觉我能考几分啊 她眼神有点不自然 你到底看不看说 赶紧让开 别跟我说话 好吧 女人啊 真是善变 昨晚还邀请我一起睡 今天就让我让开 事实上 雅柔由于昨天 腿受伤了 没怎么处理 今天人一直很迷糊 高烧中 下了课去医务室 医生看着伤口 到处有个凉气 小同学 你不疼吗 这么大口子 咬着沉默 其实挺疼 但她早又习惯了 人家疼痛 抱着沉默 处理完伤口后 她躲到病床上 迷迷糊糊睡着 等醒过来的时候 身边那个一脸蠢门的家伙 还能是谁 小范 你在做什么 哎呀 放心 我不是来谋害你的 真的就隔壁病床 有同学来立假了 我送她来的 你叹气 这家伙 好歹也是个重生者 怎么会这么惨 你也重视舔狗呢 好闺蜜去哪了 说道 总之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小范同学 痛得要死去无人问津 所以我已经请了假 会陪着你挂挂点滴的 她表情一变 谁要你多 是是是 我知道我做的都多余 那又怎么样 不服气的话 来打我呗 旁边同学忍不住劝 小范同学 那个 其实我觉得 小范同学真的很好心 你别总这样看她 风浩天别扭的 把被子拉到头顶 不是话了 过了一个小时 她打开被子 想上去厕所 看你 已经继续点了一瓶 也不好拒绝 跟你一拳一拐 去卫生间了 心理问题出现 现在只有一只手可用 要怎么脱裙子呢 吃过片刻 无奈到 喂 你帮我剪下裙子 啊 这 这不好吧 要是呼应 干嘛呢 小孩子这么紧张 不用这么害怕 我又不会打你 上厕所的段段半分钟 是想她煎熬 你好想逃 公岁亚柔方便完了 胳膊 自然然搭在你肩头 体香飘过来 你逃得晕了呀 回来义务事后啊 亚柔让你帮忙 出去卖碗粥 结果在小卖部 就听到了女生们的鲜碎语 那个公岁亚柔 真是让人讨厌 谁说不是呢 我爸妈每次 都拿她沉寂来压我 烦死了 有什么好得意的 父母都是懒人 自己也肯定是懒人 你愣住了 风二天的风评 这么差的吗 可这也不是 她自己的问题啊 这些女孩子 记得她的美貌和成绩 男孩子们 偷偷玩关于她的婚段子 可没有人 真正在意过她 走到花坛的时候 碰到了徐峰来 她蹭上来 就要联系方式 你拒绝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 啪的一下壁咚 学姐 你是我的理想型 原谅我说话比较直接 一脚踩了脚背 呵呵碾了几下 一流也跑了 等到医护室的时候 眼儿都打亮着你 出什么事了 你傻妖恨叫的样子 没事 遇到个耍流氓的 已经被我收拾了 你这么说 她也没多问 但猜也都猜得出来 能对你下手的 除了那个黄毛 还能有谁 风浩天不动声色的 给徐峰来揭一条罪状 好歹你也是替她做事 被欺负了 不是打她的脸吗 勾勾手 喂 你头发散了 坐下 哦 乖乖坐下 眼儿都单手帮你刷好头 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 没法帮你绑呀 那就你自己来呗 正好她头发也散了 挺不舒服的 喂 小矮子帮我绑一下 你哦了一下 护着淡金色的长发 上面 它是洗发水的浆味 自己绑好 我手艺真好 完事后你问 公孙雅肉同学 今晚你家里有人吗 看她的眼神中间怪异 你装了胆子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没人的话 你不方便 总得有人照顾不是 看她不说话 你姑息勇气 我知道你会觉得 我很多余很讨厌 但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 够了 你以为我真会 因为这几句话 就同情你吗 你一下泄了气 好吧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看你这样子 雅肉肉肉没心 今晚我家有人 但是明天没有 她内心叹气 哎 我是不是烧傻了 虚然对这个 肠心不大怜悯 你可以来 但是要保持安静 更不可以惹麻烦 明白了吗 你眼睛一下就亮了呀 讨厌 雅肉心里一身发絮 好讨厌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 迟早会让她失去 理智判断的